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二十集 第一举人 上回啊 咱们说到 岳路书院的山长 欧阳厚军 在数百学生中 看到曾子成啊 即使天气炎热 仍然穿戴整齐 由衷的高兴啊 夸了一声 如此可教也 有一天 中饭后休息 欧阳厚军 一力巡视 看到一群学生 解开衣服 在扇扇子 曾子成呢 仍然穿戴整整齐齐 欧阳厚军呢 微笑着说 曾子成 你不热吗 回禀山长 弟子也热 然而心境自然凉 曾子成巧妙作答 其实啊 他不但热 还热得很 无奈 身上长着皮选 唯恐同窗 见了笔气 再热 也得忍耐 欧阳厚军 哪里知道 曾子成的难言之隐 满以为 他能恪守 整齐严肃的训条 对他呀 分外垂青 于是 但凡 曾子成交来的文章 他呢 都当面精心指点 诸如如何利益 才算高远 怎么破题 堪称精辟 树谷 该怎么警测 无不悉心周密 在他的指点下 曾子成的文章 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经常啊 被批上传官 这在书院中 小有名气了 这一年的乡市政科 成了书院许多人 热议的话题 学生中 不少人已取得秀才资格 无不怀抱着 重举的目标和追求 教师呢 也巴不得学生啊 课场夺魁 给书院增光 在讲台上 详细介绍考场的规矩 还帮他们呢 办理报考手续 刘荣和郭松涛啊 欲助曾子成 乡市夺魁 可曾子成 轻轻一笑说 二位仁兄 别给我戴高帽子吧 我闻思顿着 欺进考场 才得了秀才 岂敢妄想夺魁 凑凑热闹 长点相视见识而已 刘荣啊 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于是呢 说起科考的感慨 嘿 八股文考试 都得照着一个模子 住出来 考生束手覆脚 真难为了我背读书人 郭松涛呢 唯恐曾子成啊 缺乏信心 机灵的说 狄生兄 前辈明诉说 不愿文章众天下 但愿文章众士官 这真是至理名言啊 先生常将你的文章 让大家传观 可见 非同凡响 我料此去 相视科场啊 又会入得士官法眼 出来就是举人呢 曾子成 明白他的心思 无非是 鼓励信心 听来呢 却格外舒坦 连忙拱手致谢 考期一到 曾子成 跟着报考的同学来到贡院 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 走进狭窄的考棚 这一科考试 首题为 疑思问 愤思难 见得思议 四题为 武王转太王 王继 文王之序 三题为 置辟则巧也 胜辟则利也 出涉于百步之外也 诗题为 负得简得秋光入眷来 相视作主 徐云锐 徐乃安 访考官呢 则是张启庚 三场结束之后 好一阵 才分出东南西北 晕头晕脑回到书院 刘荣和郭松涛啊 十分关切 询问感觉如何 曾子诚 常叹一声 唉 难说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就听天由命 还是读书吧 书院的学习啊 是紧张的 大家很快忘记了乡氏 山长欧阳后军呢 是有心人 甚至乡氏啊 关系到学子的虔诚命运 也关系到书院的声誉 没忘了向学政啊 了解荆轲月卷 和发榜的情况 九月一到 布政史和巡抚衙门前面的 龙虎榜刚挂出 就有暴露人 给书院送来了喜报 他一看 顿时惊喜异常 前面三人 是年过半百的老秀才 那是意料之中的 而曾子诚 去年刚进学 到书院 也不过半年 竟然考上了 第三十六名举人 真是奇迹啊 这意外的喜讯 在书院引起不少的轰动 刘荣等同窗啊 争相向曾子诚 贺喜 可就在这时候 那个叫曾子诚 搬桌子的同窗 嚷起来 那座位原来是我的 曾子诚抢了我的风水 你这是什么话 当初明明是你罢蛮 逼曾子诚搬桌子 如今他考上举人 你竟然说他抢了你的风水 太过分了 刘荣啊 忍不住要跟他理论 曾子诚一把拉住他 算了算了 然后呢 走到那同窗身边 躬身坐衣 人兄将好风水让给我 多谢人兄成全 这意外的感谢 让所有同窗刮目相看 此等胸襟 我辈不如 第二天 曾子诚和几个重举的校友啊 来到巡抚衙门前 跟所有新科举人 拜业主考 兼临 学政和房官 然后呢 依次入座 兴听乐班演奏陆明 做魁心舞 再后来 由学政颁发金雀顶带 和蓝筹山 并造靴 不证使 颁发由国家赏赐的 二十两排放银 所有举人 恭谢黄恩浩荡 这场隆重的陆明宴 便宣告结束 兴致勃勃走回书院的路上 曾子诚 却不禁愁愁开来 刚才拜业的时候 他认出自己的房官 并非别人 竟是当年俯士的房官 张启庚 当时人多 张启庚呢 也许没有认出自己 可自己却认得张启庚 只不过略显老态而已 按照礼节规矩 刚才的集体拜业之外 每个举人 还要拜业各自的房官 行门生礼 送上一份礼物 想当年自己心高气傲 觉得张启庚给自己的名次太低 特意买了一副老花眼镜送给他 讥讽他有眼无珠 现在偏偏是这个 有眼无珠的房官 举荐自己 该如何面对呢 想到这里 他不禁为自己当年的莽撞 深深懊悔 迪生兄 如今荣登龙虎榜 着实可喜可贺 刘荣向他道喜 郭松涛则说呢 小弟想 捷报应该早已送到人凶府上 全家正巧手盼望人凶 衣锦还乡 不知何日启程 曾子诚灵机一动说 回家的事 慢几天也没关系 我正要去行拜师礼 请你们给我斟酌一下 该怎么备礼才恰当 当然不能把送老花眼镜的往事 说出来 两人觉得拜师礼 无非是尊师的礼仪 再心意不再多少 家境富裕的 送一百两银子不算多 寒门子弟十两八两 也就够多的了 曾子诚心里盘算 刚领到二十两排放银 十两呢 也还拿得出 然而回家宴请亲友 需要花钱 来年进京会事 更要花钱 不敢大手大脚啊 陈音说 我想排放银都是足色文银 拿一定五两的出来 市面上能换六吊半铜钱 送房官四吊 傍晚请铜窗小酌一吊 留一吊半做盘缠 二位仁兄以为如何 好 精打细算 却体面大方 低声兄好心计 两人扶掌大笑 曾子诚知道 两人是真心称赞 心里呢也颇为得意 于是找到熟悉的店铺 将一定五两的银子 换成铜钱 两文钱买了一个礼盒 再把四吊铜钱装进礼盒 提在手里沉甸甸的 他熟门熟路 扣开张启庚的门 恭身敬礼 门声曾子诚 感谢恩师举荐 歇小薄礼不成敬意 请恩师笑纳 哦 原来是你 张启庚一愣 这才认出眼前的 新科举人曾子诚 竟然是当年 给自己送老花眼镜的 愣头青 想不到时过境迁 这愣头青又成了自己门下弟子 拜师来了 心头略过一丝不快 立刻显出防尸的雍容大度 曾子诚 我查过你的履历 去年才中秀才 今年便高中举人 一年一个台阶 真正是厚生可畏呀 弟子愚钝 俯视时曾得到恩师青睐 如今再蒙恩师举荐 天高地厚之恩 时刻铭记在心 他听出张启庚的弦外之音 尽力显出诚恳 张启庚 瞟了礼盒一眼 免礼藏针 为国举贤 此乃职责所在 并非私恩 老夫猜想 此次举荐你中举 你大概 不会再送老夫老花眼镜了吧 弟子年幼无知 恳请恩师恕罪 曾子诚浑身一震 忙躬身赔罪 当年一别 弟子闭门思过 在联斌书院改字号为笛声 取原了凡之意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请恩师明鉴 张启庚 愧然一叹 你能如此 难怪能一年一个台阶 为师送你 一经钱挂一句话 天行鉴 君子已自强不息 今后的路还很长 好自为之吧 曾子诚 败别书院师长 跟刘荣和郭松涛等同窗 一一惜别 踏上了归途 他当初一借书生 来到岳路书院读书 雇了一个挑夫 挑行李书籍 一路步行坐船 只花了三天时间 如今是举人老爷 步行走路 显得有点掉身份 只得雇了一顶 两人台的轿子 一个挑夫挑行李 一路悠哉悠哉 到了荷叶堂 足足花了五天 轿子刚到犁头嘴 忽然听到 通通通三声巨响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夹杂着锣鼓喧天 曾子诚吓了一跳 撩开轿帘一看 原来路口有人放三眼冲 定睛细看 叔叔纪云呢 带着弟弟成侯远辅 一般本家在迎接 他赶紧下轿 给叔叔鞠躬 叔叔 您是长辈 只愧不敢当 叔叔曾纪云呢 兴奋的手舞足蹈 当得起当得起 我家五百年 才出了你一个举人 这是天大的喜事 陈侯 你们几个在前面放棉炮 把大哥迎进屋 打锣鼓的使劲 见此情景 曾子诚不禁热血沸腾 叔叔说的不错 曾家五百年 才出了自己一个举人 不仅是自己的光彩 更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啊 这一瞬间 他看到老少乡邻 冲着自己指指点点 忙端正了头上的金雀顶带 向他们抱拳致意 在鞭炮锣鼓声中 走进家门 神龛两边 燃着拳头大的红蜡烛 爷爷和父亲 早已准备相案 满面喜气地站在两边 他连忙下跪磕头 拜见爷爷父亲 起身时发现族中长辈 也祝贺来了 又忙躬身失礼 宽一 我已安排教父 在厢房里吃饭了 他们说 这是你的龙香 让你查点 叔叔曾继云 匆匆走过来 叫人抬来了两个龙香 曾子诚打开龙香 捧出扁鹅 说这是官府 颁发给士大夫家庭的荣耀 吩咐弟弟悬挂在大门上 接着拿出三定牌坊银 交给母亲 他拿出一样 所有的眼睛都朔朔发光 落在上面 嘴里发出惊叹 然后他指着龙香说 里面都是书 放到我书房里去好了 感谢您收听 曾国翻传 本集播讲完毕